你吃過咖哩香腸嗎 它是德國的平民小吃 已經有超過70年的歷史了 連德國福斯汽車 都要在員工餐廳裡頭賣這一味 不過現在傳出了停售的消息 也立刻引發抗議 把煎好的香腸切塊 撒上咖哩粉淋上番茄醬 這是德國平民小吃 咖哩香腸Curryverse 最通俗的吃法 是搭配現炸薯條和美乃滋 一份2歐元油炒 大約70元台幣 便宜美味 受到當地民眾和遊客歡迎 可是德國福斯車廠的員工最愛 福斯從1973年開始 在朗堡的汽車城設立肉品工廠 自產自銷咖哩香腸 一天生產1萬8千條 產量比行車還多 但日前福斯公告 員工餐廳從8月20號 停止供應咖哩香腸 立刻引發員工抗議 原來福斯設立了一個目標 希望2025年所有廠區都不再供應 出自工業化農場的肉品 第一步先把員工參念的咖哩香腸 換成素食版本 鼓勵大夥 少吃肉 多吃菜 但顯然員工根本不買單 身為咖哩香腸頭號粉絲的 前德國總理施若德 正在領英PO文 咖哩香腸配薯條是生產線工人的能量棒之一 應該要維持現狀 咖哩香腸對德國人有多重要 一間德國餐飲集團 每年調查德國人最愛的餐廳菜色 咖哩香腸穩居第一名寶座 長達26年 兩年前咖哩香腸歡慶70歲生日 相傳它在1949年問世 由柏林一味販售水煮香腸的點家發明 仿照著德美國人吃牛排加番茄巷的習慣 加入漢英國士兵買到的咖哩粉 創造出這道實驗性料理 在原始版本的匠師配方 始終沒有公開 我特別是在柏林 那是因為它在柏林 柏烤蚵是在政治上 因為英國和美國的勢力 有機會有咖哩香腸 所以在柏烤蚵變成這個樣子 咖哩香腸在二次大戰結束後 開始流行 當時德國籍域復興食物匱乏 柏林人努力重建 飽受摧殘的首都 咖哩香腸便宜快速又有飽足感 成為市井小民和藍領階級最愛 如今咖哩香腸的年消費量 超過8億根 在柏林甚至有專屬博物館 我認為可以在柏林上的虛擬香腸 互動螢幕上的虛擬香腸 讓小朋友決定要切多大塊 淋多少醬 館蛋有香腸造型的沙發 香腸人偶 和前醬瓶的造型話筒 講述香腸歷史 一項小吃豐名超過70年 升載了德國人的集體會議 咖哩香腸是美食 也是文化遺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化遺產 中文化遺產 中文化遺產